疫情趨緩 餐飲人潮回流 台中加盟展覽一開幕 吸引許多年輕人到場詢問 而根據線上求職網統計 目前有高達9成的青年想創業開店 不過議員雖然高 但開店可不容易 經濟部統計有9成創業青年會失敗 一成可以成功 但只有1%能經營超過5年 所以許多年輕人加盟連鎖餐飲 降低導電風險 大家說認真的很多不知名的LOGO 其實開不起來 開自己自創品牌 可是後面也是收掉的 台中這位小姐7年前自創品牌 不如預期一年內就倒閉 不想放棄自己當老闆的夢想 決定加盟連鎖 她認為加盟的有保障 而且初期會有固定顧客 不會出現財務赤字 雖然自創品牌困難 但還是有1%的成功青年 台中這位鄧老闆經營冰品店 穩定發展超過7年 一開始從不知名的小店 耀神IG FB 熱門網美冰店 一步一腳印走出自己的品牌 因為我們自己就是經營 經營一間店嘛 然後所以說我們可以做多方的嘗試 然後甚至推出一些特別的季節新品 用特色去 優勢 對去贏過這些連鎖品牌 阿坦言出席還是會有虧損 不過要跟其他連鎖大品牌競爭 不只要賣的好吃 也要會行銷推成初心 吸引網路顧客 透過社群傳播才能做出好口碑 穩定客源發展 低型環境 不管是自創品牌還是加盟 年輕人搶著當老闆 希望透過自身努力 改善經濟條件 TVBS新聞 李正成廖反映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貨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